各位欢迎来到赵旅盘 前几个月 俄罗斯的一家法院 判处了以色列的一个公民 纳玛比萨加 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原因是因为他携带有毒品 就在几天之前 这个女孩上诉 俄罗斯的法院 进行了二审继续维持 对他七年半的徒刑 这样一桩简单的刑事案件 却牵扯了俄罗斯 美国和以色列很多高层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头跟大家讲一遍 纳玛比萨加 虽然今天是以色列公民 但是在16岁之前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今天还拥有着 美国以色列的双重国籍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到南亚到印度参加了一些科考项目 4月份准备从印度回到以色列 但是考虑到印度直飞以色列的机票比较贵 所以为了省钱 纳玛比萨加买了一张 从印度经过俄罗斯莫斯科中转 然后飞到以色列的机票 虽然绕了一大圈 但是能省200美元 然而没想到在莫斯科出事了 做过这种国际中转航班的朋友们都清楚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你在印度登机的时候 你的行率会托运 飞机停到莫斯科的时候 人要出关进行检查 行率并不跟随人 行率是直挂以色列的 在莫斯科京停之后 你重新上到飞机 再坐飞机从莫斯科到以色列 下了飞机去取自己的托运行率 然而没想到 当飞机停落在莫斯科之后 纳玛比萨加也出关了 但是他的行率 被俄罗斯官员检查出来了问题 俄罗斯官员经过检查说 你这个行率不对啊 你这个行率中有东西 打开行率之后发现 他的行率中有9.5克大麻 这是毒品 一开始 纳玛比萨加没觉得这是个大事 甚至后来他雇佣的律师 都觉得这是个小事 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 这个星球上有一些国家 宣布大麻合法 很多年轻人觉得 哎呀 吸食点大麻 这不是什么大事 那么俄罗斯虽然你这个大麻违法 但是以往的判例啊 年轻人拿个几颗大麻 顶多就是批评教育了事 顶天了 拒留个三五天就放了 更何况 比萨加说 我这个行率是托运的 我在印度海关的时候 印度都没检查 到了莫斯科 我人都碰不到我的行李 被检查出来有大麻 我都怀疑的是我的大麻吗 然而 没想到 形势急转直下 几个月后 经过审判 纳玛比萨加 被俄罗斯判了 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非常非常重的判法 怎么会判得这么重呢 哎 有原因 在审判的过程中 就有俄罗斯的情报官员 跟以色列高层接触 人家提出 这样吧 我们干脆交换囚犯得了 你们以色列这个女孩 不在我们这儿吗 能背叛重罪 我们把她还给你 但是呢 你要还给我们一个人 这个人叫 阿列克谢布尔科夫 几年之前 美国当局指责 布尔科夫 是一个俄罗斯的黑客 他黑进了美国的很多银行 盗取了几十万美元 于是 趁布尔科夫到以色列度假的时候 美国当局要求以色列 把布尔科夫抓起来 关到牢房中 而且未来要引渡到美国 哎呦 这个情节大家听得 是不是有点耳熟 是的 美国经常干这种事 所以几年前 对俄罗斯人也下手了 于是 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说 既然你抓了我的人 对不起 我也是合法抓了你的人 我现在要求啊 咱们互换囚犯 好不好 当然 以色列迫于美国的淫威 没敢啊 我要是放了 我怎么跟美国交代 好 既然你抓了我俄罗斯公民 给他安置了个罪名 而且不放人 还要把他引渡到美国 去 那么对不起了 你这个没以双重身份的人 阿萨加就成为一个牺牲品了 他拿了9.5克大麻 这在俄罗斯就是重罪 俄罗斯就要判他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有时候啊 我其实是挺佩服俄罗斯的 虽远必诛啊 谁冒犯了我 我就一定要同样的还回去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赵旅拍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